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好的世界有大大的妙用 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王小小日记 那白醋啊是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的 平时做菜啊炒菜的时候 都会添上一些白醋来提提味道 而且炒出来的菜非常好吃 但是啊 你知不知道这个白醋呢 放在花盆里 竟然还能这样用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呢 我们准备这么一个小容器 往里面加入白醋 接着呢 再用清水将它稀释一下 首先呢 我们用毛巾 蘸取刚刚我们调配的溶液 接着啊 我们用毛巾 把这个绿色的叶子上面的一些灰尘啊 给它擦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片叶子啊 是我们擦过的 这片叶子上是没有擦过了 可以看到上面是有很多的灰尘的 那我们再往里面加一点白醋 再用一些清水稀释它 那我们把这个做好的溶液放在喷壶里面 我们可以把配置好的这个溶液啊 喷在花卉的表面 这样呢 能够防止这个叶子啊 发黄落叶 那我们两到三天喷一次就可以了 那每次我们家中的一些盆栽啊 试完肥之后 都会有一股难闻的异味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往土壤里倒一些配置的溶液 这样呢 就能够有效的去除土壤里的异味 而且还能杀死土壤里的细菌 以上这三个小妙招啊 都可以使我们家里的绿色植物啊 变得非常的旺盛 如果您家中也有绿色植物的话 不妨用这个小妙招来试一试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